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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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采的朋友晚上好 看得到我吗 看得到我 好久不见了 星期五晚上好 我们的这个捷欧杂货店呢 因为隔了一段的时间 本来应该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的 但是因为十月份我们就延迟了一下下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期了 所以希望之前有follow我们的捷欧杂货店的 有光顾过的朋友呢 赶快赶快再回来 我们给你们一点时间 先习惯一下我们这个live改时间了 在今天 然后呢 给大家一点时间进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其实刚刚大家有看到那个intro啊 有很多的那个线上直播的活动呢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开始有点想念 或者是 因为现在开放了吧 会慢慢慢慢就开始 减少了这样子的 就在家自己做直播的这种情况 Anyway 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在我自己的家 然后等一下请梁老师出来 他也是在他自己的家 再次跟大家打声招呼 我是捷欧杂货店的主持人浩铭 哈喽 欢迎大家进来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这时候我就要把我们的老师 请出来了 我们有化时代 心理成长中心的临床心理师 梁耀文老师 这边 哈喽 浩铭 哈喽 各位风采的朋友 哇一个多月了没有见面 真的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期 真的 那一种心情有些开心 然后有些复杂 哈 开心是因为开放来 这个开心是最后一期的 哈哈哈 不是啦 就我觉得开放真的是一个 好像大家已经准备好 要重新开始做一些事情 这样子嘛 是 对 所以然后讲说 是咯 复杂的话就是最后一期了嘛 就是在过去都一直可以在线上 跟大家的这个互动这样子 对 然后看到Penny来打招呼 Wilson也是来打招呼 记得把我们今天这个live 就最后一期了 希望大家可以把它 就多多share出去 然后 可以like的就多like一下 或者是想要留言 想要聊天的多写一下 因为最后一次了 哈哈哈 下次还要再跟梁老师聊天 可能就要去到他的平台去找他 就没有这样子 就念一封信 然后大家一起听别人的问题 一起来解忧这样子 所以 赶快赶快赶快进来 我们的主播间 等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救护车 还是警察车 是你那边传出来的 是 是我这边传出来的 可能这个麦克风收音太好了 真的 我想说 好久了还在那边 还有吗 没了是吗 没了没了 OK没了没了 OK好 今天一样我们会选了 我们有选了两封信 都是读者写进来的 关于他们自己面对的一些问题 不过在我们开这个性子前 也是要问一下梁老师 因为 毕竟你应该会接触很多 所谓有问题的人 会寻找你帮助的人比较多 所以近期有没有哪一些 你觉得很类似 大家都一直在面对同样的心理问题 某一种 其实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除了一般上的忧郁症 焦虑症 还有可能有一些是 大家可能 时常听过的就是精神分裂症 也就是说 他可能会有些幻听 幻觉 然后一些妄想 这些部分 我们都会开始看得到 然后 最近也有看过一些老人家 就是 他突然之间 就好像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 觉得自己好像有病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去看医生等等 最近也越来越多 然后 到我们去问清楚的时候 才发现到 他以 我们很多人就以为讲说 他一定是很多东西要焦虑 可能要烦钱 烦家里 那其实有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整个的生活都很好的 他也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变成这样 然后我们在发现 在这一谈的时候 发现到 原来他很久没有找朋友打麻将 但是 大家听到很奇怪 一个没有的打麻将 就会这样吗 其实不是 他说的没有跟朋友打麻将的意思 其实是说 其实他关在家太久 没有办法互动 对 因为这个孩子也会担心老人家的健康 就不要让老人家出去 什么东西都服侍周到 就变得关太久了 明白 所以不管打麻将的事情 打麻将是其中一个 他可以跟朋友交流的时刻 只是后来就没了 这样子 可是刚刚老师有提到一个很重点 就是你说很多人 可能就觉得自信心理有些问题 然后去看医生 可是是不是每一次觉得 自己心里好像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就一定是需要看医生吃药 是这样子的吗 那个程序是这样吗 还是说其实 before要到吃药的时候 可以来找老师 就是心理师跟心理医生的分别 是 那很多人会讲说 心理医生这个词呢 是因为我们从小看电影啊 或者看电视剧那一边来的嘛 其实真正在医学上 是没有心理医生这个词的 我们就有分精神科医师 或者是临床心理师 或者心理辅导员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精神科医师 他本来就是读医生 医生毕业过后 他再去做转科 做精神科 那我们临床心理师呢 就是读心理学 然后再去做转科 做临床心理的部分 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但是呢 他去处理跟解决 这一个个案的问题呢 我们都会用 同一种的那一个模式 就讲说 我们会做诊断的部分 先去了解 你现在的情况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到最后 就去分别 分别什么呢 究竟是要药物治疗 还是心理治疗 所以药物治疗的话 就会由精神科医生负责 然后心理治疗的话 就由临床心理师负责 所以我们很时常会 互相就是我们转切个案 有些时候是这样 OK 所以是先诊断说 你到底需不需要到吃药 或者是你其实先开始 可以只是一些疗程 treatment 所以是两个方向是吗 是 所以很 有些人他是先见精神科 有些先见心理治疗师 都OK的 就看大家的那一个 我们所谓的 他想要的是什么 明白 因为其实不要讲说心理的 问题哦 我自己平常就是哪里 身体上有些哪些 比如说痛啊 酸啊 或者觉得不对劲的时候 只是坦白说 我有时候都不知道 我应该去挂哪一个枕 你知道吗 就是 我是 你这边通知挂什么 是看 是看脑部吗 还是看 看什么 看general吗 我也是不知道 所以精神 如果你觉得心理上有问题的话 找老师心理医师 是吗 你是说心理师 临床心理师 也可以 然后或者是所谓的精神科 精神科 也可以 也可以 OK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如果那些医生或者是心理 临床心理师 觉得说 你来看我可能不太对 那我会推荐你去看对的医生 或者相关的专业人士这样 反正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寻求帮助就对了 千万不要自己觉得 时间过了我就没事了 因为可能会累积 OK 好 那因为今天这两封信呢 可能感觉上都有一点像是真的是 因为累积累积累积久了 他就真的是变成一个 我自己个人看了那个信之后 我真的觉得是有一点点的 很压抑 我看了我都会觉得有点喘不过气的 两封信的情况 都跟情绪病有关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封信 这封信呢 是说到这个侍主跟他的哥哥之间的一个问题 话说是这样子的 这位侍主呢 他说他今年40岁了 然后他是来自一个大家庭的 他家里的兄弟姐妹其实都结婚了 只剩下他自己 然后他一个哥哥 还有他的父母四个人住在一起 他的哥哥是一个有情绪 情绪病的患者 然后一直有在吃一些精神科的药 然后在MCO期间呢 他的情绪就一直处于非常不稳定的情况 就经常发脾气 甚至会语言暴力 他家人 比如说骂他的父母 为什么没有本事买房子给他住 就是他哥哥会骂他的父母 因为他觉得说我就是想要搬家自己住这样子 然后他哥哥又会觉得说我有情绪病 所以我不可以出去工作 你们是一定要养我的 这样子的心态 然后呢就经常会诅咒他 跟他的父母说 你们快点患病去死吧 这种情绪病的 会说出来的一些很难听的语言 比如说一些粗口这样子 然后每次带他去看医生 他就会跟医生说 我没有事啊 其实我还OK 可是当家人试图跟医生说一些 他有这样小状况的时候呢 他就会回去骂他的家人 就说你们为什么到处去跟医生乱说我的情况 然后呢近期这个世主 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越来越觉得累 因为呢他的哥哥一直会跟这个世主说 我以后要跟你相依为命的啦 我不可以一个人独处啊 所以这个世主就真的觉得 我看不到我的未来了 我的未来好像就是一直会有哥哥的存在 然后一直要跟他生活在一起 所以他很怕他有问过其他的兄弟姐妹 关于这个哥哥的一些情绪的事情 然后这个哥哥知道之后他又骂他 他说哦你为什么去打我的小报告 然后又开始语言暴力 所以这个哥哥呢 又一直会觉得说 哎你们是我家人我有情绪病 那你们就要迁就我 你们要配合我 然后他们就一直这样子去迁就 一直这样配合 战战兢兢的生活 可是到现在因为这个世主的父母亲也老了 然后开始有一点点的那种痴呆的情况 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忘记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哥哥在生活上有很多的规矩的 比如说看电视声音只可以开这样的声量啦 然后晚上时候出门不可以开那个门 有那种声音啦 讲话要很小声啦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父母老了可能耳朵没有这么好嘛 所以有时候会开大声一点啊 哥哥又冲进他们的房间骂他们 就是一直这样子的那种压力的情况下生活 然后他每一天都会盯着 就是他的父母 因为很怕他的父母会惹到这个哥哥生气 所以他很累 他觉得我要盯着我的父母 我要盯着我的哥哥 他同时要照顾三个人 所以他觉得真的是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然后他朋友偶尔会打电话来就是跟他聊天 他哥哥也不喜欢了 他觉得他的朋友会把他带走 所以是留下哥哥一个人 所以他觉得他的生活真的没有自由了 他现在就问 我们一直这样子迁就我的哥哥 配合他的生活 这个方式是对的吗 然后他每次都去上网啊 爬一些文看下关于情绪病的资料 大多数都是在可能讲说 这个患者自己应该怎么样 没有提到说家人应该要怎么应对 所以他现在是不知道可以怎么样 到底是需要耐听听他 但是不要刺激他什么字 他不懂 所以他就开始很confused 然后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所以老师 有一个这样子的哥哥 然后你又一直被他好像是 那个情绪勒索 说我一辈子都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的 那种我不可以工作 你要照顾我了 你的义务是要养我了 怎么办 其实听到这一边的时候 我可以感受到的 真的是在一个压力锅底下 就是整个东西你就是困在困在里面不能出来 但是里面的那个压力越来越大 我好像你所讲的好沉重 那是一个 其实当我们在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心会难过的一点 就在于究竟是一个家人 包括他哥哥 他们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下苦了多久 因为虽然有说哥哥有在吃药 那好像从这一个信件里面 所听到的情况是 其实好像没有好转 对 是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可能我们可以去看的就是 究竟他哥哥 还有他们家人跟医生之间的沟通是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今天是以吃药的方式 究竟这个家人知道 或者哥哥本身知道 他为什么吃药吗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 医生是否有跟家人有效的沟通 是在于 好药 他其实是可以维持某一些症状 但是你们始终还是要生活 生活上有很多细节的部分 到底要怎么做 那其实在这一般上 如果医生有意识到 这种情况是严重的话 严重的意思是说 整个家庭没有办法好好的放生 没有办法好好的运作 因为哥哥的那一个症状一直爆发 如果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一般上医生就会建议去建议这一个 无论是家人也好 哥哥也好 去建议这一个临床心理师 这样子 一起去找出那一个突破口 究竟我们要怎么样的跟这一个家人互动 里面包括了什么呢 第一点是他究竟是患上什么心理疾病 那听到这一边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人会猜想 听起来好像是很喜欢墙壁人的我 好像是是不是一个强迫症这样子 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子去想 但是在信件里面 他并没有说是什么症 我们只能够从他的这一个 所描述的症状里面去看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部分是说 他如果我们讲说是强迫症的话 好像也不太准确 但是有一个东西 是我们临床上有的看到的 我们叫做强迫行人格障碍 强迫行人格障碍所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他特定的一套规矩的 他生活的规矩 而在这一套规矩里面 是他不觉得是有问题的 他觉得整个的世界 应该要跟着这一套规矩走 然后全部的那一个细节 都是固定的 都是非常reedy 他不能够随便就改变 然后有一点点的 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 所以在这一个情况里面 如果他真的是 打比喻有这一个 强迫行人格障碍的倾向的话 他应该是维持了很多很多年 那在这一个情况 其实整个家庭跟哥哥 他们要一起去找这一个医生 然后过后让他们转介 可以不可以找一个心理师 来跟他们做这一个家庭的互动 去做一些介入 介入一些什么呢 首先可能我们会找出的就是 通常哥哥发作的点在哪里 然后过后他的这一个 事情维持多久了 现在吃着这一个药 他能够帮助的地方在哪里 这一些先找出来过后 让我们再去看 在家庭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大家是需要分工合作的 当我们讲说照顾者的时候 我们每次在看到的情况 尤其在亚洲国家 都是好像一个人 one man show 或者one woman show 就是我照顾到完 那其他人的可能就是 久久一回来一次啊 但是这个照顾者 其实内心是很痛苦很冤枉的 因为我尽心尽力去照顾 但是如果出了一点点小差错的时候 其他的兄弟姐妹会讲 怎么你没有把我们的家人照顾好啊 这一些 所以这一些的照顾者内心的压力 是我们要去看到 所以要公平一点的时候 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一个家人 互相的分工合作 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在信件里面 这一个读者有提到吗 他讲说 我跟了我的这一个兄弟姐妹说过 可可会骂我 我讲我打敲报告怎么办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私底下做沟通 然后跟这个兄弟姐妹 谈好了以后 其实兄弟姐妹的说法 就不是说 哎今天他讲你很麻烦 我来照顾你 就不是这样子的事情了 其实我们也觉得说 大家一家人 我们应该多换一些 多有一些相处的时间 所以可能我们轮流就是在你的 这一个接你回家乡 还是怎么样 那这一些我们都可以一步一步的去 一步一步的去做这一个调试 是 他里面其实有一直问到说 我们这样子一直配合我的哥哥 或者一些所谓的迁就我的哥哥 是对的方式吗 但是其实我大概明白说 有时候这些所谓的你刚才说 可能是强迫性人格的人 或许你跟他要真正讲道理的时候 他未必讲得通 但是如果你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 我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我就是硬碰硬 我跟他吵嘛 就是你不应该这样说 要么就是第二个 我忍 我迁就你 我配合你 所以在这两个之间 他现在很明显说 他那个迁就已经迁就到 他觉得他要逼到他去抢脚了 他已经没有无路可对了 所以他要爆发的 所以他要怎么样 在让自己在迁就跟说跟硬碰硬之间 再拉回来一点 是 可以讲道理吗 怎么沟通 跟这个哥哥 其实在这一点上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需要整个家庭的那个介入 他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像今天我给你一个楼梯 如果是你会用那一个楼梯的话 可能一个楼梯两个楼梯 他就可以帮你爬到很高的地方 如果今天你不会用那个楼梯 对我给你十个二十个你就把它平放 那你就上不去吗 那这边我们所讲的是 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个介入 一定会有一个策略的 我不是讲说你一定完全跟他硬碰硬 也不是讲说完全不配合 因为我们的行为 他是慢慢的形成的 好像我们跳舞这样 就是PACE PACE LEAD 走一步退两步这样子 然后有些时候 我们我们会想起 我们以前这一个小孩的时候 我们出事可能就是一张白纸 那我是怎么学 这一些各同不同的行为的 我们都会有他背后的那个策略的 所以用回答刚才那个读者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直迁就的 我们要设那个界限 但是不是说今天 我要给你魔鬼式的训练 我完全把这个界限切掉 然后你自己顾自己 咳咳咳咳咳咳 但也不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上 就是由你的心理师去一起去看了 全面性的看了你的家庭 跟各个之间的整个互动 还有他行为过后 一起去找出的一个 我们叫做strategy策略的方式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如果是最理想的情况 就是家人也愿意我们一起配合 解决这个问题 万一就是 因为其他可能兄弟姐妹结婚 他们有自己的家庭 他们也没有住在一起 他们可能真的也没有那个involvement 这么多 然后可能父母的心态也觉得 我们管不到这么多了 管不了 对 所以就剩下这个妹妹自己 她很无助这样子的话 你刚刚讲的那个 这种全家人一起做的 这个 要怎么样让他可真的可以行得通 是如果不是全家人做的话 那妹妹就先去嘛 就是 今天如果我没有解读错那封信的话 她可能只是让哥哥去拿药 拿了药就走的那一些 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有机会谈到行为的介入的策略 如果今天家人不肯去的话 那妹妹至少可以去 跟这个心理师讲 哎我哥哥其实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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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心理师来慢慢引导你的嘛 他会引导你这样 讲出他整个的 他哥哥不知道他吗 哥哥就不要在了 不是哥哥就不在了 就是你自己 所以就不要让哥哥 不要让哥哥知道你有去跟心理去沟通 是吗 如果是你觉得你没有把握的话 那你先去 你先去了解 然后过后 我们就会慢慢的跟这一个个案一起去配合 慢慢找出一个办法 好像讲说江太空钓鱼这样子 让他愿者上钓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让他去找那个一直有在看他哥哥的那个医生 是吗 是找同一个医生去寻求 都可以 因为那个医生的话 如果他是主要是开药的话 他就可能没有做这些行为的这个策略 但是有一些医生 他的诊所里面会有心理师的 所以如果今天他的诊所里面会有心理师的话 医生会直接转接 那如果有一些诊所 他只是开药的话 那可能你在外面要再寻找别的 这一个心理师这样 所以很多我们遇到很多的情况 都是人家会打来问 或者是在我们的平台问 老师我这个家人这样这样 但是他不愿意来的怎么办 我通常都是教他 你先来 OK 通常他们先来 我们讨论了过后 有一些的情况是 他们没有 这个当事者不在 但是其他的人 可能我们可以教他一些方式去缓和 有些是可能过几次过后 我们有办法让当事者愿意来了 OK 明白 所以就是有这一些特别的策略 需要去 而且是case by case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讲一套给大家去跟 因为我们都需要知道细节的东西 OK 所以如果是 因为一些个案嘛 像你说要了解更多的细节 可能才有办法说 就是set by step 应该怎么做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 based on他的信件去看的话 家里真的有一个这样子 可能你觉得 跟他沟通上面 讲道理上面 是很难 沟通的来的 然后像你说 他强迫性人格 他所有都需要他自己控制 你要follow我的way 我的生活 声量开多大 然后晚上不能出门 而且他一直撒播他说 你以后的生活里面就一定有我了 你不可以抛下我 我就是会跟定你了 这种 在这封信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还没有去到医生的 的 智商那边的话 这个妹妹跟哥哥之间的相处 他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些调整 他可以怎么做调整 好 首先 这个听起来 可能有些人 恢复态论的话 就是怎么那么自私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 就是你首先要 有你自己的me time的时间 你不要跟他24小时7天 好像7-11 这样子一直关在同一个空间 你一定要给自己那一段时间 是出来透透气的 可能有一段时间是你不用 不用被他这一些东西所牵涉到的 因为只有你的这一个生活 有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们的头脑才会比较能够清醒 去想出一些盲点 或者是更有力气的去应对他这一些 无异但是非常有攻击性的这一些行为 所以这个他要先先抽一出来 抽一出来了过后呢 他的那个耐性有了 耐性有了的时候 因为我们清楚知道一点 是今天无论我们怎么跟哥哥讲道理 是是不弱的 但是我如果我们整个人很暴躁的时候 很没有耐心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讲的 是所以我讲说 第一个你一定要做的是 要让自己有me time的时间 你要暂时抽离的 可能讲说 你做不到一个礼拜一天 可能你有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你为自己设定一个东西是这样 我哪一天心情要爆炸的时候 我不能够跟他讲道理怎么办 我有没有 我的电话簿里面 有没有一些人是愿意听我声的 给我卸掉这一个部分先 因为今天我们要改变哥哥 他这个行为已经是很多很多年的 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去改变 他是一个马拉松的话 你自己本身的状态要先起来 所以照顾者的自我照顾 其实不是自私 而是mandatory的 你需要这一个步骤 然后这样子 如果我们再细节一点去说到 我们现在想象说 如果我就是那个妹妹 然后哥哥真的现在就在我旁边 到晚上他就是一直在control 我说声量要再调小一点 再调小一点 因为他心里面其实说到说 那个声量是小到说 我可能要坐在电视旁边 我才有办法听到 电视发出来的声音 那种小 其实对我的生活也很大的干扰 很大的干扰 我没有办法享受我在看电视的这个乐趣 这样这种时候 如果哥哥真的又出来说 你声音关小热热热 在我旁边一直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说好 就不要惹怒他 好我就真的把他关小 还是说在这个时候 我也有什么样的应对的方法 好那首先我们就要设一个策略了 这个策略的东西就是讲说 我跟他之间的那一个协议 我不是完全不配合你 我也不是100%配合你 今天你要跟我 你要我跟着你的这个方式去生活的话 也不是代表着你不需要付出的 所以也不是说今天你一个声音出来讲我 我就会跟然后你就可以过回你的生活 不是这样 所以我是说好 可能现在你要我做这个东西 那你可以不可以先做另外一个 所以就是稍微跟他有那个bargain 是 对吗对吗 就是他们说那种谈判 对对 好像他会讲说 怎么你不可以关小神一点呢 那讲说好 那我也明白有些时候你会这么辛苦 那我也想知道就是你别的那个行为 怎么是这样的那个行为你可以改吗 那他讲说改不到的我 这么改不到的 然后让他去讲他改不到过后 可能我们就可以讲说 你看我们这个电视的这共同点 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有些东西他就是不能闹 这么小时我怎么听得到 还是说你愿意我们大家一人退一步 我不要逼你这个东西 那你也这样 那可能我们讲说的是 当我在做这个这个电视机部分的时候 是否我们可以以一个位置 还是说是否你要关门 或者你要听音乐 还是说我们有特定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 我是可以看电视的 那你不是一整天吗 所以虽然我们有讲说 不能够讲道理的部分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有一个策略的话 我们就是paste paste lead 就是有时候给有时候拉 有时候给有时候拉 对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当然他会一开始 要不习惯他一天骂你的 他一定会讲你变了啊 你为什么是这样啊 你就是这么自私的 我有病你还要这样子对我 他会用这些伤害性的东西 会去做攻击 所以当我们要做这个之前 我们的心里要有建设 心里的建设是什么呢 也就是告诉自己说 如果今天我看着一个三岁小孩 三岁小孩讲说 浩敏我很讨厌你 是全世界最丑最麻烦的女人 那你不会有那种感觉 对比今天是两个文 跟你这样子讲 做不过这个人叫没有礼貌的 因为我们知道 他那个时候可能是讲者无心啊 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他根本可能就不明白嘛 那我们的这个心里建设的时候 有时候就需要这样 我们再跟他去做这个互动之间 我们首先要知道 这个东西他一定会开炮 但是他开炮的那个部分 可能他自己也控制不到 可能他也是无心的 好像医学上有一些病 他是这样子 他突然之间会做出一些 让你很不可思议的行为 那一个性格很大的转变 我们以为那个个案 他是特定的 特定的 过后我们照脑过后才发现到 他是前而业 可能有种有有什么样 他压制了那一个逻辑思考的部分 他就很自然的 会做出一些大家不明白的事情 所以我们心理建设上 首先我们能不能够把它看成是 他所说的这一切 可能是他无意的 然后我也不需要 take it personally 他可能也控制不到 那我为什么还要跟他去 耗这一点 明白 所以这一些也是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 稍微隔离一点点 如果刚刚说的那个 bargain 或者是 如果我这样子 give and take 一人一点的话 可能因为世主没有说到 他到底有没有试过这个方法 因为他里面写到都是哥哥压迫他 然后哥哥order控制他什么 这样如果可以的话你可能可以试试看 不是说完全 give in 也不是说完全反抗 你可能就是那种 那我能不能下午3点到6点之间 我的声量开大声 就到晚上你很在意的时间 8点到10点我就给你那个声量 看这种就是你给他一点 但是你保留一点的方法 或许可以work 这样子的话你就在电视这件事情上前start 然后在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 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空间 再扩大再扩大一点 因为浩米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给了他一个选择权 他就有那个控制的感觉 他就有那个错觉的 他有这个控制的感觉 他就觉得ok了 我决定吗 现在是我决定要不要听你这个 对他还是有觉得I'm in control 所以可能那个还是像沟通方面的一些小技巧 是要稍微去自己 就是稍微拿捏一下下 可能就结果跟效果会不太一样 然后慢慢你就可以推进一点推进一点 这样子 然后当然其他的一些 当然其实我脑海里面有想到很多很创意 跟很extreme的方法 来来来我们来交流一下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的 万一是交错人你知道 但是如果一些方法你脑海里面有思考过 你想要试 但是你又不确定的话 可能真的找专业人士来 一起讨论一下 看因为有些方法我想到可能会刺激到他 反而更早 也说不定 所以可能要找梁老师 或找一些专业人士 或你哥哥看的那个心理医生 去询问一下这个方式 对他这样子的病症的人 是适合吗 可以尝试这样跟他沟通吗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今天我们最后得到一个conclusion 就是那个把烟的东西 可能真的可以去试一下看 让他还是在当中找到一些掌控权 同时你又好像推进了一点点 你自己的那个derry derry的方 然后没有踩雷这样子 确实不容易啦 我觉得毕竟又是家人 又是同住在一起 然后 因为华人很容易 我们华人社会都是觉得 我们好像有 非常有义务的要照顾家人 我们如果稍微有一点觉得 我要放弃他了 是不对不道德 你知道吗 那种我一辈子也道德两次的那种 心理的 那个压力 对对对对 所以我大概可以明白 世主的这种感觉 加上哦 我看一下还没有写他 是男的还是女的 感觉上像女的啦 我的感觉 是妹妹吗 还有写 他有写吗 等一下我看一下 好像他没有写吧 他没有写 可是我一直觉得是妹妹 我还是说是妹妹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可能他40岁了 他或许不想要维持单身 他自己也想要组织家庭啊 只是他觉得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就是 刚刚有讲到的一些方式 对你是有帮助的啦 然后我们去到第二封信 其实第二封信也是一样跟情绪有关 然后也是跟家人有关的影响到自己家人 这个第二封信是 呃这位世主今年37岁 然后他太太35岁 所以就是一位男士 他结婚 他们结婚7年了 现在有个2岁的儿子 他说从生了小孩之后呢 他就怀疑他太太患上了犹豫症 嗯 因为生产之后他的情绪变得非常的低落 而且常常会发脾气 尤其是在照顾小小朋友的时候 因为他的太太是没有工作的啊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以为 哎呀可能是生了小孩 然后顾小孩很烦 所以不以为意啦 呃他会埋怨这个老公说 哦没有用心去听他讲话 前几个月因为MCO的关系 他就是从家啦 就变成跟他老婆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 就发现越来越不对劲 比如说老婆胃口会变得不好啦 人就越来越瘦 然后有时吃东西还会吐 睡眠也变得很差 有时候还需要靠安眠药 才可以睡得着这样 然后他说吃了安眠药 他有时候会开始胡言乱语这样子 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 然后他看到老婆这样子 他就会建议他说 啊不然你去看下电视剧啊 去煮下什么的 然后或者是种下花 女人不是都喜欢做这些吗 可是他老婆就是不肯做 找了各种的借口 所以这个老公有时候也忍不住 会发他老婆脾气 然后因为最近开放 他又回到公司上班了 他老婆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可能因为之前习惯了 老公一直在家 突然老公不在家 他心里没有安全感 他会开始怕 然后开始恐慌 很不安 然后他甚至提过想死这个字 他听到他就很怕 他就建议他老婆去看心理医生 可是他老婆就讲 我没有病啊 我只是需要人陪而已 然后老婆会变得越来越 依赖这个老公 可是他们家人 现在因为在东马 也没有办法 就是父母来陪他老婆 他每天又要去工作 所以他很提心吊胆 他很怕他的老婆 跟他的孩子 在家里会出事 然后变得 整个人很紧张兮兮 每一天 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 可是他又不是天天这样的 他说他老婆 我会很正常的 所以他就很困难 他就问说 他老婆这样的情况是忧郁症吗 然后是不是应该带他去看医生 但是他老婆非常的固执 还有就是他想问说 如果是忧郁症的话可以痊愈吗 这个也是非常的沉重的 而且他沉重一点在于 第一他老婆也不肯求助 但是第二他老公 确确实实感觉到那个危险 当他说到要想要寻死的时候 这个是要产后忧郁吗 其实这已经过了两年 但是产后忧郁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也不是讲说那么的 不常见 那我本身有见过几个个案 他确实是这样 就是生了孩子 突然间觉得 对于整个将来的生活很焦虑 然后后后他家人 就觉得他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有的 而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了 就是讲说 如果当初他真的是产后忧郁 然后他又没有见这个医生的话 所以这个东西拖了两年 在感觉上应该会 蛮严重的 这个是第一点 但是第二点 是我们也很难要去切割 究竟是产后忧郁 完全的产后忧郁呢 还是MCO也在管着 所以其实想问 产后忧郁是没有办法说 就一般上是随着时间 慢慢会好转的吗 还是说像他这样子 比如说你说两年了吗 他会不会是因为 错过了最好的去寻求帮助的时期 所以他延伸到现在就已经变成是一个 真的情绪病跟忧郁症 因为产后忧郁的东西 这个情况它是有几个爆发点的 几个原因的 因为有一些就是讲说 我刚刚生产完过后 我的整个荷尔蒙的部分 还没有恢复 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讲说 我对整个身份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然后我的孩子 我可能新手妈妈不晓得如何照顾 还是说我会对于 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孩子 而有罪恶感 有些是这样 有些甚至告诉我说 我很想离开他 但是我一想到这个想法 我又不行 我又觉得我怎么是这么糟糕的妈妈 所以有一些是心理的那一个层面 有些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荷尔蒙的那个层面 然后甚至有一些 他可能过后他还会有别的 一些一些状况啊 打个比喻 我们有这个 就是Tiroid issues 甲健酸 还是其他等等 这一些都会一直在影响着 所以每次个案 当他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 除了这一个 超忧郁 我都会问他 你产检怎么样 你这种状况 有没有跟过你的 腹长跟医生提起 然后你最后一次做身体检查的时候 除了这一个部分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一些 身体的部分是要特别留意的 打个比喻 假装先是一种 或者是其他的Cancer的那些东西 都他们都要去看 那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不说 纯粹是产后忧郁的话 那我们如果今天任由他这样 而且他是因为那一个荷尔蒙的话 可能他越来越糟糕 他也有可能会自动会好回 但是因为产后忧郁 他会影响心理嘛 所以就算你荷尔蒙的部分 调整了回去 但是你心理的那个部分一直都在 而且越陷越深的时候 他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这样 因为他会对自己的自我的价值感很低啊 然后他会不由自主的 像身边的人很压力或者伤害到 好像今天来信的这一个 世主这样 他不晓得怎么办呢 是 所以现在这个老公 应该怎么样去 因为老公也很怕 我其实看到那东西 就让我觉得很担心 我明白他的担心 就是他去上班的时候 他担心他老婆跟孩子 在家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可能担心老婆 会对孩子也做出什么事情 这样所以应该要怎么样 改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有提到的是 他的家人不在本地 那他的老婆有没有闺蜜 没有提到 没有提到 或者是讲他的这一个 他跟邻居的关系怎么样 或者是说家里有没有办法 请一个保姆 是照顾 照顾孩子的保姆 但是同时间有他的存在 也可以照顾他 或者是讲说 他的存在让这个老公可以放心 或者是 因为老婆也提到一点 我解释不到为什么 但是我就是想要人陪 所以在老公他在上班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保姆 他也是可以非常善谈的 然后他有他的存在 因为有些人 他心里去到 那个孤独感很强烈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需要一个人 physically present 就是你的人在 你不用讲话OK的 我只要有一个人在 我整个人就定了 有些人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 他会给我依赖他老公 对吗 就是所有的陪伴都 放寄托在他老公身上 没有别人的 感觉上是这样 对 所以如果这个老公的话 第一个我会告诉他 是他也没有闺蜜 有没有办法 就是让他鼓励 多鼓励他跟闺蜜的互动 谈天 可能有些时候甚至可以讲说 老婆你今天放假了 你出去喝茶还是怎么样 喝茶闺蜜什么样 今天我们半天我来照顾 这个也是一个 因为他不要看医生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说 闺蜜有没有办法劝他 老公人劝不了的话 那些闺蜜而且是 尤其是已经生过孩子的 他可能 他们之间会share到这一点的 有他们讲 对我又这样 我觉得你刚刚给的那个建议 真的很好 就是因为他心里面 也没有提到说 他到底有没有在帮忙 老婆照顾小朋友 这一块尽什么责任 所以你刚刚说 可能就放某个weekend说 这个weekend我来照顾小孩子 你就出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不要你是去喝茶还是去干嘛 你就做你自己想做 你就算什么都不做 你躲在房间也好 就是你今天放假 你今天不用顾小孩 怎么样都不用顾小孩 对 或许他可能真的没有一个这样子的 喘息的时间 老公可能会忘了老婆 其实需要这样的喘息时间 所以这个老婆好像生活里面 现在就是专照顾小朋友 因为他没有做工嘛 跟老公陪伴 就这样而已 所以他的重心 只要少掉一个 他就会很慌 感觉上是这样子 对他没有别的focus了 是 所以这一点 因为他老公有讲 我已经建议了他做很多不同的活动 他就是不要嘛 他都不是他想做的 是 所以我们这边所知道最重要的一点 无论是犹豫的也好 或者是说 我们一般很压力的人 其实我们内心跟身体 都很需要一个东西 叫做社交的连结 social connection 可能他今天老公跟他讲的那些东西 他没有social connection 所以他一直要老公陪 所以如果今天你让他放假 你让他做的东西 是有social connection的 找姐妹IT 或者是去瑜伽 一起大班去学 还是怎么样 那这一些都会有 甚至一个保姆在家 有三个一起照顾的话 可能又不一样 要跟别人有连结 对对 除了老公以外的人 是 然后有些讲说 烹饪 有些人觉得烹饪很疗愈是什么 因为他们最快乐的那一刻 是煮东西出来 所以人家大家吃得很开心 对 他可能是那一种 也是很有帮助的 OK 所以并不是活动本身 就好像因为这个老公 误以为说 女生不是都喜欢这些吗 为什么老婆不做 可能真的不是 这个做什么 是他自己从做的事情当中 得到什么 可能你劝他去做这些事情 他没有得到东西 所以他就觉得我不想做 然后 其实比如说 在我们的Facebook 这边有一个朋友留言 就问到说 因为今天两封信 都是跟情绪有关的 然后可能影响到家人 但是如果那个情况 真的去到这个家人 他用自禅的方式 的行为 去来得到一些掌控权 这样其实身为家人的 应该要怎么去应对 如果已经去到这个行为了 那在这一点上 我们临床上 时常会见到的这一种情况 就是 有什么 有两种 一种的情况是 个案控制不到 我很痛苦 我今天不是要用来威胁你的 我是真的是很痛苦了 我要割下去这一刀 想要结束 但是我割这一刀 很多个案告诉我说 我割这一刀 不是要控制人 我割这一刀 是我要救我自己 因为如果今天我不割这一刀 我可能就去真的去做更加极端的 可能去结束我的生命 有些是这样 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是讲说 我内心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这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让我觉得我会随时失去了身边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身边的人注意到我 时常跟我在一起 所以他就做了这一个动作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都好 其实 在这个时候 他就已经一定 不想一定 但是最好最好 就是要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了 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 他内心底下的第一 极度不安全感来的时候 这一个个案本身 他有没有一些技巧跟能力 控制住他的情绪 有些人他是讲说 我想控制 但是我控制不到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今天如果是讲说 家人可以做一些什么 第一 家人可以不可以在他比较平和的时候 就试试看 让他去见这一个专业人士 那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讲说不行 家人觉得说 每次跟他谈这个课题 就吵带我 就吵得很够力 这样子 那可以怎么样呢 那你本身自己可以去见 你去见的时候 你详细的告诉那一个心理师 他的行为模式 然后心理师会问他前因后果 前因后果的意思就讲说 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段会做什么东西 到他们找得出了那个行为模式过后 我们就可以帮助他的家人 制定一套 那一个行为的 那一个介入的方案 所以在这一边 如果家人是想要怎么办 那在他这样子做的时候 确实我们没有办法讲说 你就放任他不管 因为始终还是一条人命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 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会陪你 那陪你等你稳定了过后 我们找一个适合的时间点 我们再去做一些稍微的介入 那一段时间我们确实要陪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临床上 我们发现到很多的 我们就这种叫做操控性的行为 操控性的自杀行为 有时候会发生意外的 我本来不是想死的 但是我不小心操纵操纵 我真的是割到太深了 还是怎么样我就死 危险性还是有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觉得 还是一条人命 当下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一定是配合他 事后我们要做的东西就很多很多 只是当下为了那一条命 我们要就配合他 像去寻求专业员式的帮助 这件事情啊 其实如果当事人真的 没有不愿意的话 他很抗拒的话 这个是强迫不来的吧 你没有说家人 他强迫不来的 这不可能会work的嘛 对不对 除非有一个东西你是可以强迫的 就是当他自杀嘛 他今天是讲说他是自残还是自杀 如果他是以自杀行为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这个法令的这个保护 就是你可以叫这个救护车 可以叫警察车 就是我们先要把这一个人送进医院 然后让医生去 可能为他一些药物啊打针什么样 先让他镇定下来 这一个部分还是可以做的 嗯 所以有一些我们啊 有一些个案 我们曾经见过他是讲说 我最近很 我很怕我会再发作怎么办 那我们就讲说好 你在发作的时候 你自己也可以去clinic 也可以去这一个 emergency department那一边告诉他 我现在有这个很强烈的情绪 你的医生可以不可以帮我 那他们那边又有受讯的医生 是可能先用一些药物的方式 让他镇静下来 明白 ok 这其实我有个好奇一点 像老师有很多的个案 其实你你遇到比较多个案真的是 家人或身边的人来寻求帮助 还是当事人来寻求帮助 比较多 我可以说是二十八十吧 我我本身啊 我不是讲说全部人 我本身二十是旁人 八十是世主自己 世主自己 哦 ok ok 哦 这样子比我想象中的 percentage高很多 因为我 我可能会一直觉得 会不会有很多人自己 第一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寻求帮助 第二是抗拒寻求帮助 所以变成搞到像这两个世主一样 都是变成是他们是 某方面的受害者 他们必须自己先去寻求帮助了 来帮助他们家里生病的那个人 对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所以一般我们我们也会觉得说 除了我们要关注这种所谓的生病的人 其实受影响的家人 这些 对也是很重要 因为他们分身中 他是一个会扩散跟传染的 一种情绪的问题 对的那个压力 这样想问一下老师 你有那个问心理的这个平台 这样一般上 这样这些人他们直接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怎么样得到就是第一手的帮助 那当然我们会一直的去跟进 我们这一些心理学的这一些知识 跟技巧在上面 就是可以让大家有需要的时候找到 打个比喻我们上面有一些 关于忧郁症的视频 关于焦虑症的视频 关于自杀的视频 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一种 然后也文章的那个部分都会有嘛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也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期了嘛 那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了 我们最后的一个可以做的 其实我们问心理 为什么叫问心理呢 因为我们其中的一个 方式 就是你们其实可以直接在那个网站上面 以匿名的方式写信给我们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就会在工作天24小时里面 回复你的这个信件 所以也是 是 我们也会做这一个 做这一个 这个动作 是做这一个动作这样 就是很希望大家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是适合你的方式 得到你要的帮助 对对对 我会像一个 就是无头苍蝇这样子 就是当我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 我知道我要寻求帮助 但我想 我应该像谁寻求帮助 有的时候是这个困扰 我找不到一个平台 或者一个我觉得舒服 抒发或讲出我的问题的地方 这样子 这样比如说像老师说 问行你是可以匿名的 然后你们又有专业的人士 其实可以直接先回复 至少让他感觉到说 哎世界上有人听到我讲话了 有人关心我的 有人回复我的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好的 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样子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因为我们今天真是最有一期的 所以如果大家 录出去还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直接到老师的那个平台去 像老师刚才说 匿名的写信进去吧 对不对 嗯 是 那我们每一次结 这个节目结束之前 在我们关灯之前 Line 我们都会留下一个金句这样子 所以今天也一样先由老师来 说一说你的金句是什么 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老师 好的 是 所以我这边是写说 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 那就为自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 那 我觉得为什么我今天会说这句话呢 是其实在MGO里面 可能大家都会 比较有深刻的感受嘛 嗯 到底要坚持多久坚持多久 那无论是在感情上也好 在事业也好 在家庭也好 撑不下去嘛 那如果你真是觉得 冲不下去的时候 不能了 我就是分手 我这个婚姻就是完了的时候 但是你还想救的时候 那我们就去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 今天不是坚持了 而是有没有重新的一个方式 重新的一种感觉 跟一种角度 重新去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当我们有能力这样子做的时候 或许会有另外的春天 我也说不定 对 这个好像周杰伦的那首歌 他那首《道香》不是有一句 我永远都记得这个 他说如果这个梦想你追不到 那换一个梦想不就得了 是 是 我每次都记得这个 我想说也对 看一个梦想到还是你的梦想啊 对不对 是 所以好像有 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 坚持不下去 就重新开始 一个心理 心理感觉是重新开始的 就可能你会感觉比较良好一点 ok 好 下一个其实 好就轮到你的了 到我的 我其实今天这个京剧跟今天事主 其实很接近 今天刚刚老师其实也不断的在重复说 其实照顾自己 要把自己照顾的好 然后你才有能力去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 因为 其实今天这两封线我看完之后 一直让我想到一个画面 你知道吗 就是搭飞机的时候啊 他不是有那个 安全领域的那个视频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氧气什么 掉下来的时候 他不是有一直强调说 大人要先自己照顾好了 先带好 然后你再去带你身边的小朋友的 那个 其实一开始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明白 我想说不是你可以先照顾小朋友吗 应该先照顾别人 这个小朋友的生命 然后你才来保护自己嘛 所以后来这个思维我才才get到说 你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好的话 万一你自己有什么冬瓜豆腐 你要怎么要确保你的小朋友的安全 所以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每次都了解到说 哎 是要把自己照顾好 你把自己照顾好的时候 你的心态心理健全的时候 比如说你面对到家人 你可能有什么情绪的问题的时候 你好像可以站得比较稳 不容易被他吸进那个黑洞的时候 好像可以比较有能力去照顾跟保护 跟帮助这个人也一起走出来 不然你是很容易摇摆就被他吸走了 这样子然后两个人一起堕落这样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 所以真的每个世主都要先记得说 把自己照顾好 照顾好自己不是一个知识的行为 照顾好自己其实是一个 是很伟大的行为 你想像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的话 你不觉得其实就没有这么多的 依赖别人的这个情况吗 所以我就觉得照顾好自己 你可以保护好你想保护的人 这样子 这是我今天的金句 好 那我们就真的是 看一下现在几点 是快九点半了对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 还有五分钟 各位老师我们聊下天 可以 我们就来聊一聊天 因为其实我们这四季也收到蛮多 蛮多人的这个信件 就是匿名写进来面对的问题 坦白说很多的个案 它并不是什么太新鲜的社会问题 其实它就是一直在重复 就证明很多的心理障碍心理的问题 或情绪的问题 是不管是哪一年 不管是什么时代 它还是会同样的发生 所以老师有没有哪一些最最简单 最根本最最基本的一些生活上 可以最基本做到 让自己稍微就是心理健全的这一块 去打好基础 那可能我这边所讲的时候 大家听 怎么是那么老掉牙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太重要太重要了 是什么呢 不要比较 什么意思叫不要比较呢 就是说每一个人 他对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 今天可能这一个人 他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活动 可以让他解压 但是在你身上不行的时候 就是不行 我没有必要去避自己 我一定要用他的方式 同样的 如果今天你自己知道 我这样子的生活 其实我自己过得开心 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 在没有伤害到其他人的角度 情况底下 就不需要过人家 人家要我过的生活呢 所以这一个东西是 我觉得大家要意识清楚的 我们不一定要跟着别人 所告诉我们好的东西来做 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知道 什么东西对我自己是最舒服的 我有看过一个这样子的说法 我觉得也挺 挺挺对的 然后我也是把它记下来 他们说你要比较的话 要垂直比较 然后偶尔才相横比较 就垂直是跟自己比较 你今天的自己 明天的自己 就是你垂直 是自己自己过的人生 偶尔才相横比较 看一下身边的人过得怎么样 偶尔就好了 就就就就 所以大多数时间要这样子比 不要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比你会很辛苦 这样子的话 你会觉得自己在进步 反而是让你感到快乐跟满足的 那种比较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 我就哎 这个这个graph很容易明白 所以以后大家可以提醒自己 你就这样就好了 不要这样 是 最后最后想要提醒大家 我相信某一些人 可能你会深刻感受到的 在这个MCO里面 我们是不是看了很多的社交媒体 但是越看的时候 有些人会越 越 说不出的那个郁闷 又有时候是因为看到别人的生活 怎么人家可以过得那么好 是不是我特别差 还是怎么样 所以真的不要 不要拿别人的the best thing 变成跟我们做比较不要不要这样 就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部分 所以真的真的 有点长期的感觉 没有 因为只要你想像 如果你Po照片 你是会修图的话 你就可以想像99.9的朋友 都会修图的 哈哈哈 你会特别去摆拍的话 说我今天要摆这个Po 99.9的人也是在摆拍 所以是一样的情况 你就是把你自己觉得最美最好看的样子 修给别人看 别人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理解这一点 其实就比较不容易受到这个影响 是 你今天能够活着下去 就已经是一个很勇敢 很勇敢的事情了 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个赞 在这一边 因为每个人的路走不一样 都不容易走 对 其实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 跟今天两个世主这个情绪问题 或者刚刚有人问说自残的行为 这种比较沉重的事情有关的一个说法 就是他的说法是 你必须要相信 其实如果你有这个所谓的 的信念 就是cross你的mind过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 其实我们所有人更愿意 听你的故事 多过于想要参加你的葬礼 啊 对 我觉得这个话 其实我觉得 就是可能 你要相信 其实我们想要听你讲话 你跟我们讲 多过于你发生事情之后 我们去出席你的葬礼 这样 所以 对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你有这个 这个念头的话 讲出来 讲出来 梁老师会帮你 哈哈哈 很多人愿意听了 梁老师会帮你 身边朋友会帮你 对 只要讲出来 不然你去浩敏的page那一边 可能他突然就会出现了 哈哈哈 你私信我 我也会跟你聊天 哈哈哈 其实真的 你真的不要 不要太局限自己觉得 说我一定要只可以跟朋友聊 或什么 你很难说 你在facebook 你随便找一个你follow的 议员也好 偶像也好 他或许真的会回你的 surprise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就觉得啊 世界上是有温暖的 这样 不要give up就可以了 然后 是 今天 呃 就真的是这一期 希望我们接下来还会有 类似这样子的节目 然后 呃我跟梁老师 应该还有机会再合作了哈哈哈 哈哈哈 希望希望 哈哈哈 卖一个罐子 哈哈哈 卖一个罐子会有搞作的 是 很感谢 呃风采邀请我们 做了这个节目 找我店 做了自己 也希望真的有帮到 呃一些有收靠我们直播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氏族 你们真的是 从中得到了解决的方法 做的生活 好了一点点这样子 那 最后 老师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哈哈哈 啊 我觉得我都是蛮多的分享了 所以可能就是 浩敏你有什么话要讲吗 哈哈哈 我觉得 嗯 心态心态很重要了 我觉得先把自己的心态搞好 然后你一定要相信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相信世界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然后 呃呃 其实如果你觉得别人给不到你要的东西 或许你主动去稍微做一个小动作 去考虑一些东西 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比如说关注也好 温暖也好 爱也好 是有的是有的 只是我们经常心会等 嗯 然后 会觉得环境应该给我 但是其实不用这样子等你 偶尔自己主动去做一些东西 会有得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反馈的 对 是 所以 那我最后最后要讲的 是 我最后最后就可能要讲的就是说 哎 啊 就算是我们治疗室 嗯 我们也会有那一个低暗的 低沉的时候 对 黑暗的那一个面的时候 所以 每次 有些时候人家讲说教学相长 就是讲说 老师跟学生突然之间就两个一起成长 嗯 其实治疗室跟个案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听你们的故事 我们在陪你们的过程里面 你们也让我们看到 你们面对生活挑战的勇气 我们很多很多的治疗室 你问很多人他都会告诉你这句话 就是我们其实从个案身上 看到被激发的那一种 啊 斗志啊 散念啊 感动的点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今天 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 我们是非常感谢你们的 好像浩米到最后就讲的 我们情愿听你的故事 不是 我们很乐意听你的故事 多过去参加你的葬礼 真的 所以 好了 我们希望这些话都有鼓励到大家 这样子 然后 我们就 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happy weekend 就要正式关灯了 来一早了 哈哈 再见 有缘再见 大家晚安 谢谢又在喝点 谢谢风采 晚安 S结束了吗 结束了 S结束了吗 结束了 谢谢 谢谢